我们直接让它进Auto 看一下Auto的行动值 然后这边全Auto 我们看一下CPU具体的行动值 Encore也打回Auto Auto 全Auto 我们看一下 这边全Auto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对屏 4343 4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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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 也就是10核的 在AVS下面 也就是它能到40核 那比上一代不知道刚到哪里去 然后它的TDP是140W 可以看到 4.5 OK单核4.5 哦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 最屌的东西了 Hikebench 跑跑跑 走 但是性能还是不太对 对性能还是有问题 其实我觉得 你看到全核415 4.5的那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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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没关系 它没关系 它应该是识别的问题 它识别之外没有识别到 应该是单核它是4.5的 对 然后东核应该是4.5的 对 它应该是识别的问题 对 对 它应该是识别的问题 好 好 又是